欢迎观看黑桶谷歌的超级马里奥奥德赛视频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是视频攻略 我们主要是在进行游戏的一个流程 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会进行什么全收集 但是全收集的话是有攻略的 我是单独出了个视频 是以一个方便查看 方便寻找 以攻略性为主的单位的一个视频 而这个将会给大家演示 超级马里奥奥德赛当中的 在一周目当中的流程 我们选择的是普通模式 没有选择帮助模式 而实际上帮助模式 才是这个游戏的正确打开方式 啊 我都能脑补出来这段的日语配音 毕业公主的那个帽子 什么还有两个眼睛 这个库巴还来一句 这个阿迪优斯应该是西班牙语 也是再见的 我们知道奥德赛这一座是跟帽子有关的 奥德赛这个名字本身呢 是这个河马史诗当中的一个冒险航海的一个故事 这个读盘时间真的不长 使用右摇杆呢可以调整视角 然后我们先这个是一部分教学 我们要调整视角来看的这个帽子小人 然后按下A和B来进行跳跃 XY是攻击键 但是现在我们还进行不了攻击 只能进行和前作当中的玛利奥一样的基本跳跃的动作 比如现在这样的叫三级跳 在进行连续跳跃之后 第三下就会变成一个大跳 你不需要进行精准的这个跳跃节奏 你只要连续跳的话它自然就会跳成这样 一边跳一边保持移动 而且就会跳出这种三级跳 第三下会跳得很高 我们追着这个帽子小儿子 这里有好多帽子小儿子 是这种电视 可以放在一起 我可以带你 不可以带你 不可以带你 可以带你 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你 跟你的地方 是 是 太好了 不,你去吧 你可不可以的 好呢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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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是吧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马里奥就已经满级了 现在的马里奥就已经学会了所有的技能 不像好多游戏需要推动什么剧情 什么什么来解锁技能 然后人物变得越来越厉害 这个只存在于马里奥当中的基本操作 应该说基本操作不是那么繁琐 但是组合起来的话就会千变万化 不同的组合用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属于人物不需要成长 而成长的是玩家这样的 我们先来看到我们队的这些木桩 使用帽子攻击的话 这个帽子就会把这些木桩给这样揪出来 而对于这些箱子也可以进行破坏 一般来说破坏后里边都会藏有一点东西 有的时候至少都会有个硬币什么的 这些库巴的婚礼的宣传海报 把他破坏掉也会有这个有的在后面会有一些奖励 这个游戏在进行每一个地图区域进行Boss战和Boss战前和Boss战后呢 这个场景能去的地方或者说奖励东西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叫做帽子国的这个地方就是 很多地方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已经拿过一遍了 但实际上在我们通关之后呢 再来的时候很多东西会不一样 动作指南就是说这个游戏当中先给我们叫的这些基本动作 看这是操作说明 单人游戏和双人游戏时候的操作方式会有个不一样 然后玩法上面用所有的这种操作方式都可以进行 但实际上呢还是这种带有体感这个分持摇手柄的这种方式是最方便的 因为这游戏是NS独占 所以不存在你用了这个游戏以后 你需要配一个专门的手柄的情况 因为只要用NS的这个双持的这种双持方式就可以 我们看这游戏是一些基本的操作 这按LZ是蹲下 在空中蹲下之后再进行攻击 就是这个叫做身体攻击 撞低跳呢就是在空中按下LZ蹲下 撞低之后立马再按跳 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高的跳法 像一些特定的敌人呢 抛之帽子就可以附身到其中 然后呢双持手柄向上抛 上抛帽子 然后是下抛帽子 这个旋转扔是像这个图像当中演示的这样 侧向的扔帽子 还有呢停留呢就是按住 把攻击键按住呢 这个帽子就会在前面抛这个旋转一段时间 在旋转的这个过程中 如果靠近帽子碰到帽子的话 就会把人弹跳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 我们说到在蹲下的时候按一下跳跃 就会进行后空翻 这个向前移动向一个方向移动 然后急停之后跳跃的话 就会进行一个侧横跳 还有三级跳 刚才有说过 这个是登墙跳 登墙跳的时候 注意不需要你推动摇杆 只要有八道强的动作 它自动会向反方向跳一段距离 然后是这个拾取道具 游泳啊 这些比较简单的这个操作啊 这个挖泳就是在水下进行升起攻击的动作 还有旋转 就是摇杆这样连续转圈的就会转起来 至于冲呢和这个进入管道的这些操作呢 就和这个2D的玛利奥是一样的 然后呢 附录里面就是讲游戏当中的一些 附加的一些功能的一些说明 比如说像帮助模式地图 还有amiibo这些 这个amiibo其实就是恩人天堂特有的一种课金模式 会让游戏变得更简单 动作指南也是可以随时进行确认啊 我们这个动作指南已经 我们就算以我们这个已经知道了最基本的操作为前提的话 这个剩下的就是各种技能的组合 比如说看像这样的彩帽子的这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跳的这个跳的和这个大跳的高度差不多 当然你要想跳的更高你也可以想到就是说 看这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常用到的一个操作 叫做这个身体攻击 就是在空中的时候使用下蹲 然后呢立马进行这个攻击键啊 抛制帽子的键 立马立马下蹲 然后再和这个帽子帽子的这个彩帽跳的这个组合起来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个很多人有看过视频的话就会有看过这个帽子跳 会达到一个二段跳的效果 我们看把帽子抛在空中的时候 再对其进行身体攻击 就可以起到一个二段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呢可以使马里奥跳的更远 就是这个马里奥当中 如果说是你能这个学会这个的话 就基本上其他的都说万变不离其宗啊 就是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操作啊 可能这个上手起来呢要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你可以不需要就是说专门去练习 你只要平时移动的时候就想着用用这个帽子跳 这样来确保自己在真正关键时候 要用到帽子跳的时候 顺手就可以使出来 其实也不是多复杂 关键的一点就是按住帽子的时候 使用身体攻击的那一下按攻击呢 是把这个按住帽子的那个攻击的同时 松开马上按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关键就是要帽子停留的时间 可能有的时候不够你跳出去 再有呢就是翻滚 在蹲下的时候呢晃动手柄 或者说使用抛制帽子的动作呢 这个马里奥就可以滚出去 滚出去的话 这个因为只有这个滚出去的那一下有个速度加成 但实际上是可以进行加速的 翻滚的过程中呢 这个继续按攻击键就可以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测空 测空跳就是 还有就是这个三级跳 这些呢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大跳的效果 大跳的高度呢 比这个一般的跳的高度呢 大差不多要高个50% 这个就要根据你这个不同的情况来使用的 这个翻滚啊 翻滚有的时候会 往往会比你一般直接跑动的速度要快 因为不像2D的马里奥 2D的马里奥是可以进行加速跑的 但是在这个3D的这个马里奥当中呢 你没有哪个按键能进行加速啊 但是呢你可以进行这样的翻滚 然后是像撞地跳来达到一个高跳的效果之后呢 再接帽子跳啊 但是呢这并不是无限的 我们看到在接过一次帽子跳之后 第二次想接帽子跳的话 就接不到帽子啊 因为这个在空中只能使用一次 就像是这个玩很多动作游戏当中的二段跳 你在空中呢 无论如何只能进行一次二段跳 而不能进行连续的 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他给我们说这个高塔上有这个怪物啊 这实际上是我们有的时候想要观察某个地方呢 可以利用到游戏当中的这个拍照模式 拍照模式是可以当望远镜用的啊 比如说我们看先按下右摇杆 进入第一人称视角之后 然后我们再开启拍照 我们看可以进行这个拉远拉近 可以拉得很近 看上面看的都很清晰啊 不但是这个距离 我们再看远处那边还有一个小岛 哎 看看的非常清晰啊 啊 这个这是一个小技巧的用法 就是有时候你观察周围找什么东西啊 什么的你就可以利用到这一点 我们看这周围还有很多废墟 哎把一些地方挡住了 这必须要在解除这里的这些 呃这些危机之后呢 他们这里和自己的这里的居民后 将这里修复 然后其他一些收集啊 什么挑战的地方呢 就会解锁开启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来的时候 最优先的先击败这里的当地的boss啊 之后呢我们再去挑战 是收集啊 这样是最好的 当然呢在这个进行 呃击败boss之前呢 这个可以去的地方像这里 这里本来是一些其他的收集元素 但是呢在打boss之前来这里的话 就会变成很多的金币啊 会有这样的情况 哦 还有就是像翻滚和身体攻击这样的动作 如果撞了墙壁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硬直 所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的时候 也要是这个 根据情况来看啊 有的时候不适合用这些动作 呃来赶时间 因为撞到的话确实硬直很大 来这里给我们讲使用这个帽子的停留 在停留的这个帽子期间呢 这个帽子本身周围还是继续会保持有攻击判定的 所以说是这个 会把这些箱子来打掉 这样就比较有效率 然后我们看到对面去这里有一个桥 然后拉这个拉杆就会升起一个桥 这个呢其实我们看觉得就是很老套 但是实际上这是有游戏当中的设定的 比如说我们在按减号打开游戏地图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游戏地图 它还是一部旅游手册 它会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一些相关设定 啊 然后而且是以一个旅游手册的角度来说的啊 这点这个设定很有意思 啊这个给我们讲到什么突起的木桩 什么这个当地的这个建筑 其实同时也是是这个帽子居民 戴布伦帽子居民的这个房屋也会是船 然后这里还说通往帽子塔的秘密桥 啊桥的秘密 就是说这个桥呢在一些特殊情况啊 有危机情况会自动撤去 但是呢不用担心旁边会有一个拉杆 再让它拉过之后就可以恢复过来 然后旅行的重点就是说 当地这个风景啊地标或者说是什么特色啊这样的 还有这个眼镜桥 眼镜桥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第一个路过的那个桥 他还给我们说是可以快速的翻滚过滚动过那里啊 也是一种操作提示 就是说即使是这样的地图 这个游戏当中也充满了这种精细的设计 而且他还说到了这个 他们的这个路灯啊就是这个帽子形状的 而且这个路灯本身呢就像是一个衣帽架 看那边就是眼镜桥 然后呢这里就会我们知道就是前面说 对这种弯道斜坡的时候可以使用翻滚 会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呢滚到一程度看就会反而就是滚不动了 这种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晃动手柄 哎这样的方式哎来加快这个晃动的速度 但是也不要注意注意他这个会有的时候会像这样很容易失控 比如在有些紧急的情况下 这个翻滚撞到墙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硬直 刚才有说 而且像这样有的时候会失控 在这个晃动手柄的时候加速呢 这个是很难进行拐弯的 必须要这个将这个晃动 哎加速的这种状态啊停下来啊 然后呢他的速度稍微慢下来一点呢 这个玛利奥在翻滚的时候才好拐弯 啊这个可能用到这种 这么精细的操作的说明方式呢 可能有点为时过早 这些呢都是作为基本操作 但是他没有说明过细节 只是知道你可以这样用 但是呢 对于更精细的这些细节呢 他都没有说只能靠玩家自己来进行 这个多尝试多发掘 哎像这样花呢 这个帽子碰过的花 一般就开启的这种一般都会藏有些东西 哎像这些可以破坏东西尽可能都破坏掉的话 一般也都会有所收获 而且游戏当中会有非常多像这样的这个硬币啊 你要碰触过当时的位置之后 他才会显形出来 除了这种硬币呢 还有一些隐形砖块啊 这个这方面的也有一些小技巧 就比如说像隐形砖块和隐形硬币 你在他的周围啊 进行这个啊 撞地攻击啊 撞地那一下灯一震啊 然后呢周围一定范围内呢 这个这些隐形的这些东西呢 就会显形 半透明显形啊 不会是完全看不到 但是也比那个什么好 就是你可以用撞地跳 撞地的攻击的这个动作 来起一个侦测的作用 这我们看这种浮在水面上的这种雪块啊 我们上去以后它会沉下去 诶 这是什么 生命被吸走了 这是这一座马力奥的一个特色 就是可以进行附身 可以附身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怪物身上啊 然后呢进行特定的一些操作 会有不同的功能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哎 有的时候要注意经常可以回身 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额外的东西 像这样的这些隐形方块 而且这个作为青蛙呢 它一个是体型小重量轻 再一个呢它可以跳得非常高啊 然后呢这个里面有操作说明里面说到 是晃动手柄可以跳得更高 像刚才这样我们用普通的跳跃呢跳不上来 但是晃动手柄之后跳得非常高 大概也不知道高多少 反正刚才跳不上来 但是一晃动手柄 刚才这个高度就直接一下子就跳上来了 然后呢我们看刚才踩这个雪块 有些马力奥形态的时候 踩那个雪块它就会沉下去 但是变成了青蛙它就不会再沉下去了 因为青蛙的这个重量轻体型小 这里基本上都是让玩家第一次体验这个 附身的这个效果 其实这个青蛙的这个形态是非常强的 虽然说它能用到的 能使用这种功能的这个地方有限啊 但是只要能用到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这个青蛙其实是很强的 你比如说青蛙在攻击这个 这些这些这个小百丽的时候 它们是直接走上去就可以起到踩的效果 因为青蛙每次走动的时候都是在跳啊 而这个攻击这些这些小百丽的这个方式就是踩它们啊 当然大起行都不知道行不行 这游戏当中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就是这一般这个火啊都可以熄灭掉 用帽子熄灭之后呢一般都会有点奖励 至少是金币 这一边也是箱子 第一次去开的箱子 箱子里面一般都会开出好东西 而且箱子是可以刷的啊 但是呢就是这种血的是可以刷的 其他的呢像有些东西就是收集起来的话 就主要是金币也可以刷 这样就到帽子塔塔顶了 刚才我们往上跳了好高 这都是帽子国的居民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的这个操作了 然后这就是游戏当中第一次啊 第一场的boss战啊 呃没有什么难度啊 但是呢同样的boss呢 他其实可以做得更难 在后面我们都会体会的 这个boss第一次打很简单 但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所以他如果进行二连攻击的话 他会进行反击 呃我们要做的关键一点就是 避免他进行反击 就是有节奏的攻连续攻击塔 不要不要不要这个 叭叭叭猛攻啊 打一下停一下 打一下停一下 哎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反击 打一下停一下 打一下停顿一下 然后呢有的时候会看到他要逃跑 不好踩的时候 你用帽子再捶一下他的本体啊 他就会坐下 哎就方便我们去踩他进行一个攻击 啊满血的时候吃到这个血的话就会奖励五个金币啊 啊这个附身到这个电线上了 晃动手柄的时候还会加大电量啊 啊这里时候其实我们依然可以操作 这样他们就是前往邻国了啊 这个刚才的那个帽子人凯皮 他给我们说的邻国会还有可以用的船 他们的邻国是瀑布国 鼻子插到土里了 这里就是瀑布国 这也能算是个国啊 然后我们到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旅行手册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地特色啊 大自然的孕育下 达伊纳福啊 这里是用名字的啊 瀑布国达伊纳福 这块地图区域很小 你看他已经有人口不祥 然后空间就是地域大小狭小 还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自然图腾画石 仔细观察岩壁会发现这些 画石像在其中啊 地图是不大 然后古墙 然后堪称至今的太古之王 恐龙也有 这个恐龙我们可以附身到其中 挺有意思的 从体型来看 有人认为它是雌性 古老的建筑 这不是那个 他们要的那个船吗 荒废已久的建筑 然后旅行的三个重点 可以去看恐龙 其中还说到一个这个 一个石柱 插在地上的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后期相关的一个东西 他这个每次爬到高处的时候 总会这样打倒立啊 现在我们就来探索一番 时不时的就可以用这个帽子跳啊 这个帽子帽子跳的平时就把它练熟 熟练这一个 然后其他的妈妈妈妈自然自然 其他的一些变化的妈妈就会了 先把这一个动作练熟就好 就像这种云朵呢 用帽子攻击它 它就会展开 这个汪汪 你看这个汪汪要击打的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像钉子一样插在地上的 但是同时呢 上面会有一些方块形状的金属 有马里奥的世界有一些很神奇的一些东西 这里有个月亮 这是这个游戏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收集元素 这是这个游戏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收集元素 同时这里也搭起了一座桥 把这个月亮拿过之后 这个石柱才倒下来 除此以外呢 这里还会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紫色的这种硬币 这个紫色的硬币呢 是当地货币 可以在这个当地的地图里面 买他们相关的特定的产品 就是一些当地特色服装 还有一些这个旅行的这个纪念品 比如说旅行的这个小贴纸 当地的一些特色贴纸 当地的这个一些服装 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些纪念品 小雕像啊 什么什么这些的 这些呢我们在这个流程的视频当中呢 都不会进行全收集 因为这个我前面有说了 在这个击败boss之前 这些东西是不好收集的啊 因为它没有全部解锁 不过呢我会这个 只要是在路线上有的 我一般都会拿 我们看到这个紫色硬币呢 它一般不会藏得很深 都是不会需要特别高超技巧 到达的地方 就可以拿到的东西 但是呢这个不好找 因为它没有给你提示标注在哪儿 但是呢有个常见的经验呢 就是说一般在地图的地方 是边缘 而且戴布伦的这个房屋 同时也是船 把它带到这个地球椅上啊 像这个地球椅抛制这个帽子 我们还要收集 我感觉他刚说了一句妈的智障 找月亮 这个 找月亮 上哪儿找去啊 我们这个 我们只需要顺着路 继续看到什么没见过的地方 都一路往前走 总会遇到点东西 这个游戏设计的非常好 你看这上面就有说的这个化石 炮弹 那个刺猬小怪物那些的都有 这些砖块 作为一个可探索的物体 同时呢 也会作为一个电 成为一个垫脚石 对面这里呢 照理说现在是 过不去的 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帽子跳 你就可以过去 但是过去过不去 这个都没有关系 只是这里多一个检查点 这段原本上来的话 应该是在击败BOSS之后 下面的这个石块后面 会多一个管道 可以通过这个管道上来 不过这里呢 先上来的话 就可以提前拿到这四个硬币 旁边那里本来还有一个 这个挑战官的一个传送门 但是呢 现在也去不了 因为没有打败BOSS 这里还有硬币 还有很多硬币呢 这个除了在地图上能拿到呢 还有一些是藏在这些 挑战关卡里头啊 这上面也有 我们看这个 马力奥进行三级跳之后 如果你不进行操作的话 他会有一个这个动作 如果你在原地连续三级 连续跳的话 不会跳出三级跳的第三下 必须是在一边跑 一边跳的这种状态下 才会跳出三级跳 就比较适合于这种跳 这个连续跳高台阶啊 三级跳 这有这个大铁球 但是我们看到旁边有更厉害的东西 大恐龙 因为他在睡觉 所以我们可以趁他虚弱的时候 是这种 没有意识的时候把它复生 以后还会遇到恐龙 但是呢 要注意一点就是清醒的恐龙 是没有办法复生的 你要想办法把它搞晕 这个恐龙能够复生的时间是有限 但是他足够长 但是即使他这个快要不能复生 他会有一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提示你快复生时间快到了 即使那样没有关系 你只要解除复生 然后立马再复生上去就可以 想解除复生的话 按下蹲 就LZ下蹲就可以 我们跟大家把这里的石墙破坏了之后 后面就藏有一个月亮 很多月亮都是这样藏的 这样再复生上去 这里看起来像是藏有东西的这种感觉 一般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收集是什么呢 就是多观察 经常往背后看 侧面看 边缘看 然后呢 就是比如说看这里有一个硬币 这明显是拿不到的地方怎么办呢 抛制帽子 让帽子去拿 因为你的这个凯皮也是你的同伴 就刚才翻过那面石墙 那面石墙用那个 刚才那个大铁球把它砸开也可以 用恐龙也可以破坏开 或者像刚才这样路绕开 你也可以使用帽子跳 也可以跳上来 这里告诉 提示我们 让我们想起来还有个操作 就是说横向挥舞 旋转扔帽 看这样 这样就可以很快的把这种花 也可以全都触发了 实际上呢 在这个方式呢 除了横向这个 晃手柄的这种方式以外呢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不横向扔手柄 而是使用这种 先转摇杆 让这个马里奥 转起来之后再丢帽子 也会是这种旋转攻击 这是算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把这个 这个NS的手柄插在这个派上 这个一起用的时候 你不方便横向换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但是呢 当然没有那个横向扔手柄 灵敏 话说这个 关于这个手柄的灵敏啊 这个大家要记得这个 NS的手柄呢 是也是要进行固件更新的 在固件更新之后呢 这个手柄会对这些攻击判定呢 会变得更灵敏一些 这个除了NS 除了本身的这个固件更新 手柄额外也有固件更新 就是注意到这点 在这个手柄设置里头有 主菜灯的手柄设置里面有 大家自己查看一下啊 如果说你玩的时候发现 有些抛帽子这个动作呢 不好抛出判定的话 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我也是在这个进行之后呢 这个手柄的这个判定呢 变得良好了很多 这就是那个什么 化石这个巨大的岩壁啊 你看这个抛帽子的时候呢 左右晃动手柄 就也可以这个 有个追踪扔帽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他会扔出帽子 但是没有砸中敌人 但是你同时再次额外晃动手柄的话 他就会去追踪到这个 帽子会追踪到 离他最近的敌人啊 有这样的效果 减硬币也可以用这招 刚才三个硬币也拿到了 这里还有三个 现在还剩16个硬币 这是这个游戏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创意 就是他会有这种平面关卡 然后一下子音乐啊画风啊 全都变成了那个最早八位的时代 哎 哎 哎 既然没有 这都是常见的打法 下面顶持砖块 然后可以把它顶死 旁边是一个连续的这个是这个这个硬币箱啊 这里一看就是有隐藏 哎 这里 这明显可以过来 这是拿到第三个月亮 看左上角 虽然是两个 但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扔到了这个奥德赛号上 就是前面的那艘帽子船 这里有两个大狗 应该叫什么呀 应该查一下 有怪物图鉴之类的东西 其实是附身图鉴 上面会有说这个 都叫什么名字 反正我一般就叫他大铁球 马力奥里面的怪物从来记不住名字 呵呵呵 从来不去记名字 啊 这一看就是boss战 又是兔子 对 根据前面游玩的经验呢 我们知道这种铁球的狗是可以进行附身的 我们先把他头顶上的帽子打掉 我们就可以附身到他身上 然后呢 这个boss呢 会一直这样追着我们 追着他没力气之后呢 他又会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拉着他 然后这个大铁球来攻击他 然后他又会抛这个铁球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侧向翻滚 来这个尽可能的拉开距离 注意不要撞墙就好 然后呢 保持移动 不要让他抓到啊 附身到狗上之后 不要让他抓到 过一会他这个累了之后啊 就可以再次这种拉扯攻击 侧向滚动 拉开距离 让他追不上我 然后呢他会这个给我们预示出他的行进路线啊 趁着这个时候呢 拉开距离不要被他打到 然后呢 再附身到上面 一般来说都是三次攻击之后呢 就可以结束战斗 因为是前期boss 所以要简单很多 哇一串香蕉 哇哼哼 崇高职约啊 崇高职约啊 像这个地球一张抛制帽子 他要四个 我们拿了五个肯定够 我们看旁边其实多了一些东西 多了几个铁球啊 什么什么的 我们击败boss之后呢 这里的有些这个配置就会不一样了 下一季就是去前往这个杀之国了 你们看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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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重 雞重 好的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加黑童谷歌的新浪微博哦 还要记得关注古嫂的淘宝店哦